人家就说文文的镜头是何天狱嘛 然后就开始接触何天狱 我有一些狱友 我们平时会交流一下 在哪买狱比较好 其中一个狱友跟我提了 说是他在这个藏狱APP买的 我自己也查过 这个藏狱APP好像是做得挺大的 所以当时出于这样的信任 三月份的时候下单了这个手镯 陶女士的手镯是在藏狱APP的一个直播间买的 花了179,440元 他给记者看了一下当时的直播回放 14万就停这了 狱友们 这你轻轻松松过着 咱不说干嘛 再往底下 20万总要往上跑的吧 17万 当时拍卖的时候 他说这是一个百万级的手镯 一个200万的料子开出来 只开了两条手镯 其中一条已经50万卖出去了 然后这一条呢 他说是养纸级的 然后那个传家级的 当时很兴奋的 然后拿到货以后 我发现它里面没有鉴定证书 我就想那我就自己鉴定吧 陶女士介绍 做一次鉴定要2000多块钱 当时以为商家只是节约成本 于是自己把镯子寄给北京的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进行鉴定 六天后结果出来了 鉴定书中写着 未见何田玉子料特征 他把问题反映给藏玉全国探访直播小助手 想要退一赔三 对方让他把手镯寄回去复检 陶女士照做了 商家寄回的鉴定证书 由江苏的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 其中写明 见何田玉子料特征 陶女士查看了商家寄回的手镯 觉得不对劲 这个手镯跟直播间里的 或者说是跟我给他们寄过去的那个 我第一次收到货的手镯 不是同一个 哪里不一样 有两点 第一点是这两个克重明显不一样 一个是86.44克 一个是83.945克 它们相差2.5克 然后对于珠宝秤来说 珠宝秤是万分位的 不可能出现2.5克这样的误差 而且我也咨询过NGTC的工作人员 从他们对证书的查询 我认为这是同一件东西 再者 我自己拿着这个手镯肉眼看的时候 它在这个流皮的这个 流皮的面积 还有流皮的那个毛孔特征上面 都不一样的 以前的那个流皮面积 比这个要大一圈 大概是占镯面的 差不多三分之二左右 画面中左边这个 是陶女士当时在直播间 买的镯子截图 右边这个 是目前陶女士手上的镯子画面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高品质的紫料白鱼手镯的话 它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 就是白 首先白度是无可争议的白 然后细 是指的它的这个结构非常细腻 就肉眼首先是看不到那些 什么云絮状啊 那些结构 肉眼是看不到的 然后油呢 是指它的那个表面的那个油性 像婴儿肌肤 糯呢就是相当于是 这个白看着比较浓白 就像是年糕或者是羊油 还有一个观念就是静 它没有别的瑕疵 然后这个手镯的话 白它是确实是够白 细度是肉眼就可以看到 它的那些云絮状的结构 打灯就更不用说了 然后诺性也不行 这就是你们肉眼看的话 会感觉它稍微有点水透的 它这个皮下压着一条 好粗好长的一条水线 别说18万了 8万我都不要的 陶女士联系了之前 与她沟通的小助手 对方没有接电话 她又拨打了藏域APP上的投诉电话 您现在的问题是 您觉得您寄给我们复检的手镯 跟您二次收到的手镯 不是同一个对吧 对 然后您要求退一赔三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您跟那个小助手 有联系过这件事情吗 她说这个圈口和流皮的位置 一样的是同一个手镯 你好 我是188黄金眼的记者 是这样子的 就是刚才陶女士 也跟你说了这个情况 她怀疑说是寄出去的手镯 和拿回来的手镯不一样 这种情况通常是不会发生的 我这边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样您给我一个电话 我让我联系一下 那边的同事核实一下 好吧 发稿前 藏余APP的客服和小助手 都还没有给出回应 陶女士说 下一步打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